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人及嘉賓之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對這些有興趣的話 亦都歡迎你聽《有台火》 Hello,大家好,我是阿Ming 你們現在聽的是234頻道 我做甚麼?我做中醫 歡迎回到網台界真實喪屍節目 因為今天我們講的靜脈曲 因為跟喪屍片某部份的徵狀都相似 即是整塊臉都相似 當然,男人鹹羞的那群人 當然想有青筋在胸口 例如馬醫師說 做銷售,做一些比較努力 或者長期要站的工作 小腿很容易出事 剛才說了血點也會怎樣放 但除了放血之外,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幫到大家 例如,有沒有一些糧茶飲料 這部分是否沒有 有,有糧茶飲 那怎樣呢 例如外邪吹吹吹 剛才我們用了一個好好的例子 將軍澳堆填區 立即多垃圾 等於現在我們香港人面對著將軍澳堆填區 沒有糧茶飲料 我已經知道將軍澳堆填區已經放了一些 在臉上滲了一些化學的東西 用來辟味 但真的辟味不到 其實,講到將軍澳 有件事也挺搞笑的 就是我媽媽在網上跟人交換二手傢俬 連傢俬都入了臭味 不是入了臭味 他是跟一個將軍澳的人換了一個衣櫃 然後我的姐姐哥哥就在說他 你會不會跟將軍澳的人換衣櫃 一定是潮濕的 那地方 所以你想一下 其實你的腳有甚麼會令到 有些東西積在那裏呢 剛才說的是雨 其實另一件事就是濕 濕的東西是我們叫濕性 是會重續的,下聚的 向下面發展 那就聚了向下 或者整個身體如果是濕的話 你都會整個身體覺得很重 那就是你堆填區的那些味 其實就是溶了在整個氣候那些濕氣裡面 所以你才會聞到這麼大的味道 特別是將軍澳這個這麼潮濕的地方 最現成的解決方法 就像上一節這樣說 放血 其實放血應該還沒講完 是不是 但是你既然講到這個話題 就講一下 其實你將整件事想起將軍澳 你究竟可以怎樣解決將軍澳臭味的問題 放血一定是最直接的 想一下將軍澳的垃圾 一次過拿走丟去其他地方 搬去印度也好 搬去曼加拉也好 總之放血 就是令到那些血污髒的東西都排出來 那些人一放一刺下去 那些血利是很明顯看到黑色的 跟正常人其實那些人一天深紅色 所以你剛才看到那條血筋是會偏綠色 再嚴重一點的那些人會看到紫色、綠色 黑色 我明白了 因為你這樣刺出來 因為它的流動率是零 所以就會由紅色慢慢變成黑色 再變成紫色 你可以想那些紅血球已經死了 簡單來說那些血死了 因為我實際的例子有一個朋友 我很擔心的 他270磅 他高我半個頭不夠 可想而知 不夠米8 一米七幾 你可想而知身體身體多重 更何況 你一直給大家一個概念 靜默就是要砰上心 就是在抗引地心吸力 你要的力就很大的 所以為何肥人容易有心臟病 就是你下去和回來的力要大很多才走人全身 我發現他在腳眼對上 上5寸下5寸對落那一帶的小腿 小腿的下半節 是紫色的 是 全隻紫 紫到我覺得是 雖然我未見過真實的死屍 即是死了很久的那些 總之就像看電影的那些 一談死水 對 是 有糖尿病的 有 是嗎 我有跟他說 喂 你 即是 我不懂醫療 即是我不懂醫療 但正常人的膚色不會是這樣 我們要小心 那他那種紙是否就是 皮膚一反反一塊一塊一塊 你剛才那些是一條條的 黑紫紫 整隻腳 總之這一塊上5寸下5寸都鋼硬 即是像魚鱗狀一樣 是一反反的 有些位置還是正常皮膚的肉色 有一些是紫紫 會分心紫和淺紫 這個我們是血乳的症狀 我們中醫叫做肌膚甲床 肌膚甲床 其實是血乳影響到他表面皮膚的一種症狀 是一個症狀 他算不算是靜脈曲張 這樣不算 這個應該屬於皮膚的病 肌膚甲床 如果治中醫的病名 應該屬於紫瘫的範圍 應該不是 這個要先看到才知道 但如果你分開一塊塊 像魚鱗狀一樣 有紫紫黑黑的那種 即是叫肌膚甲床 紫瘫的那種可能是一塊紫 我們現在說的靜脈曲張 就是你看到一條片 如果是血管 然後整個像蜘蛛網一樣 我記性不太好 你可不可以再拿氣來看 我剛才用了多久才會回落 他的秘技就是它不回落 有幾分鐘 尷尬 不好了 我想問靜脈曲張 是否多數在小腿還是會有其他位置 因為你小腿已經是最低的位置 你不可以再低 你不會腳板底 腳板底是因為血管的密集度不夠高 它不密集 而且沒有你剛才說的那個反 抗地心吸力的問題 抗地心吸力的草血 其實有些人會蔓延到大腿下面 即包圍膝蓋的位置 小腿這個位置 那做售貨師不就要辭職 即是這麼說 我職業沒得選擇 沒得選擇 所以只能夠想想 你如果不喜歡放血 或者不懂得放血 或者不敢嘗試放血 其實可以 你想回將軍澳的情況 你就會梳倒一些垃圾 令它去得快些 或者燒得快些 如果這樣說 譬如我的職業上的需要 是令到我沒有辦法 例如空中服務員 空姐 那些地方更加容易有 因為在高壓的情況下 還要在高壓 所以空姐全部都穿壓力物 哦 是啊 是啊 我說我有靜脈曲張之後 你那些高壓者還以為 黑師很興奮好性 人家有用的功能 神經病 多難收進去 我沒有成功塞進去 我親眼見過 哈哈 我親眼看 什麼情況之下可以親眼見 因為我 我的朋友跟我差不多高 高了我一點點 我自以為他那個尺寸 我是穿得下去 但是他拿過一對 他平時上班穿的那對襪子給我 我連腳板也塞不下去 因為壓力要包 是完全沒有彈性的 那些襪子 包到合 我不知空姐是怎樣 他們穿得慣的 不是那些腳為何那麼瘋狂 但其實是越穿越累的 但是就是防止你的血跡 因為你加壓的時候 加壓就迫你的血走 但是你加壓的時候 同時你自己的腳都沒有用過力 你平時用肌肉的力 可能是外面師加壓力給你 你平時的肌肉是不用用那麼大力的 那變相 你除了對襪子之後 你就更累了 發達到你的控制 讓你能量到這條 整個國泰都沒光顧你 是不得了 不就是 如果你看到 在醫學上看到一個漏洞 你明知道了 你吻下去 你幫其他研發 真的下一個馬雲 我也想問一下 那些職業不能選擇 我又不想放血 我看到血暈的 那我有什麼方法 例如食療還是有什麼動作可以令我減低靜脈曲張的出現可能性 正常來說,人體的血液如何泵上來是靠兩樣東西 第一,的確是你靠心臟推的餘力 因為其實心臟是一個圓形 即是它的路線是一條圓圈 即是你一泵,血液永遠都會走 第二個力,就是靠你肌肉的收縮 所以引伸到你如果想預防這件事,或是舒緩這件事 應該是你動多一點的 即是你應該按摩多一點你的腳 主動地去令他的血力循環好一點 除了你可以按摩多一點之外 踏骨也可以,踏骨也可以 踏骨也可以,踏骨可以,鬆腿 推油,推油,推油 推油不夠壓力,鬆腿,鬆腿 但推油是比較接近我們需要的那種 多一點點 第三個就是 我看見Candy 可能Candy說,我是高手來的 我試過,上次回自己的鄉下 我去按摩 他跟我做了一個,由我的指尖 一邊捏我的血,捏到我的手腕那裡 然後一邊按著,按了十幾二十秒 一放就有些血流出來 對呀,這個是平時都會用的 對呀,很爽的 對呀,我第一次做 這個很爽的 我沒試過,去哪裡做 要問Candy 麥克風告訴你 麥克風幫你做一次 講見? 這樣嗎?先休息一下 不好意思,我要讓阿Ming先按一下 不,我很留心 他怎樣做 我學了 好 Hello,歡迎你來到759 對呀,759又開新店了 無論是薯片、汽水、果汁 任何的日韓小食 總之你想吃的、想喝的、想買的 都歡迎你來到759 大家想來逛逛的都歡迎你進來759 Hello,你收聽的是234 Channel 我是肥豐 我是一個Fashion Designer 我第二最喜歡的就是逛街買衣服 最喜歡最喜歡就是在家不穿衣服 走來走去 但我最不喜歡就是找卡數 以及每天都要上班 哎呀,不好意思,流了一下 你放了出來 哎呀,很舒服 是不是這樣? 那種感覺就是精神 對呀,剛剛在休息的時候 阿Ming幫我試一下 你可否幫我做一次 當然可以 你一直壓嘛 籤籤六手 其實有時候 不是,它會弄得很緊的 對呀,要把你的血壓得很緊 簡單來說就是把你的血壓迫回某一個位置 然後當你鬆 你想想千鈞萬馬 你要把事情放大一萬倍 有一陣暖流 對呀,突然湧出來 對呀 那種感覺很熟悉的 對於很多男士來說 暖流湧出來 就好像你加壓一支水槍 你的心臟在泵 然後你是縮住了口 然後一噴出來 再簡單一點,也不要那麼鹹濕 如果你經常洗水喉 像是長的、軟的、膠管那些 你中間按緊它 即是原本的水壓 就應該正常力度出的 你按緊,然後你迫住了 那你中間的肩膀是不是頂住了 當你一放的時候 就出來了 原理又是一樣 而那種感覺是怎樣呢 講不到的 你叫阿Ming幫你做一次 那要去親手了 按摩是其中一個方式 第三件事,剛剛說的按摩是第二 第三件事就是可以熱敷 熱敷 熱敷是因為熱力令到血液游走 紅外線燈可以嗎 即是熱燈 神燈也可以 其實重點就是用熱力 透過熱力加速血液循環 令到把垃圾帶走 讓你的神去過濾 即是我少少吃東西 突然燒到水味 我把腳趾上去 上去烘一烘 烘一烘 你小心不消熟就是好的 總之就是因為熱力 對 但你浸腳或是熱敷 這樣會舒服 就這樣放進BBQ爐裡 當然 我突然想起我很想BBQ 即是說 我經常都在想 那裡的血液其實都不是液體 即是內始終都會變了 硬一點 那些血栓 血栓 我知道 所以我就想 如果有靜脈曲張的人 是否會容易 有心臟病 對 心臟病 或者中工 這個我沒有數據 但照理論推進去 的確是 因為你本身都塞開 其實本身都塞開 而且你想一下 因為你剛才說 你塞開 即是已經影響功能 等於你 譬如你的車不換火咀 你本身塞塞地 你腹底當然是去得不太好 那你長期不做 就拖延庫 那你定期清潔一下 那你輛車 你便可以保持著 走得順 原理我想是這樣 終於整個理論 都是這樣 你現在不養生 將來便給錢養醫生 其實你是將每一件小事做好 其實身體有一個不舒服的表現 就是身體在告訴你 你應該對我好一點 麻煩對我好一點 否則到時大家一拍兩散 其實我永遠都是這樣的想法 去看病 就是它只是你身體的一個警號 因為有時靜脈曲張 你不痛的時候 或者它真的不太突出的時候 你不會理會它 是啊 那它真的達到一個情況 就是整隻腳都像蜘蛛網 或者兩隻腳都有 或者真的像我一樣會抽筋 其實抽筋的話 就是提醒你 其實那裡就是有靜脈曲張 你不要不理它 正如是抗耳 對 那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吃什麼東西 可以令到它不抗耳 就是 適合它身體的去濕 或者去魚 其實聽起來 這件事在感覺上 不是什麼大的病患 但是你應該要重視的病患 是的 因為你如果長期 日積月累 某程度上 反映了你的心臟 是負荷比平常多 因為你泵的力要大了 就是你顯錢的道理 其實那一條就是 剛剛那個水管 你永遠都按住頭 你想想那個水龍頭 它長期都泵 你心跳是不會停的 一年365天 只是跳了這麼多天 那你永遠都按住 塞住它不動 那你的心臟就會影響到 其實整個都是很自然的理論 很自然的道理 所以承受壓力 承受不治的話 就會出事 另外可能血壓會升高 是嗎 是的 那也好 但為什麼會沒有動脈曲張 什麼 因為動脈本身的設計 就不容易有東西塞住 我明白 因為你只要下去 下去的力 因為動脈本身動脈的來源 是水龍頭 是 因為它泵的力量是比較大的 而你靜脈是需要 你想想 動脈 血液從動脈都出來 從心臟都出來 那它的壓力一定是最大的 去到水尾 就是你的龍頭 駁一條水管 已經是幾十米長 去到尾 就回到心臟的時候 是用靜脈回來的 你想想 那個動脈已經是沒有什麼 所以那個問題主要集中就是 翻心臟的那一節 而不是出心臟那一節 是因為壓力的分別 其實動脈的結構和靜脈是不同的 是的 我們剛才說靜脈是有些反膜的 還有它的構造是比較薄的 是的 所以 但是動脈呢 其實它有很多層肌肉層的 就是動脈的肌肉 有圈的肌肉 有打直的肌肉 患狀肌肉 患狀和中狀 患狀和中脈 所以其實動脈自己都會動的 譬如我們 有些測試是要拿動脈血去做的 譬如動脈血我們會拿大腿三角位 大腿的動脈 那些扯斷大腿的血特別發聲 剛才我們說靜脈曲張 它裡面有壓力 會令到血流到兩三米 但其實動脈 它自己都一刺穿它就會有 其實看位置而已 你戒頸也會吐了聲 但就是它本身的肌肉會動的 因為正常靜脈 你刺穿它 其實它不會射得那麼遠 是 所以剛剛那個例子 就是一刺穿它可以飆到兩三米遠的血 是證明它是一個病態的狀態 因為正常你的靜脈血 應該流速比較慢些 壓力比較小些 會回流 還有它走完 還有動脈那一刻 你是很難指導血的 譬如平時我們有個傷口 可能按三十秒一分鐘已經指導血 但是動脈的傷口 我們是要按五分鐘以上的 就是戒割脈的帶動脈這些位置 動脈 全身的動脈也是 一戒就麻麻聲 所以你說血液方面 有多少學問 只是一條回流的血脈 都會影響到你的心臟 其實血這方面可以有很多話說 你要說真的有很長時間 有很多話說 因為我們中醫課書叫做血症 血症 關於血的症 西醫也有很多 你本身有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 你病又有白血病、壞血病 就是很多 其實血的研究 還沒有完全研究完 我記得是在世耳上 還有一些確認識的 方方面面都有些 因為現在醫學還沒有完整 但是血是研究得比較透徹的 相對於其他狀態 或者其他激素 或者其他的神經體 或者神經元 或者各樣 你根本就沒有聽過名字 就會沒有那麼詳盡 但是因為血是可以看得到的 而且很久以前已經開始有離心肌 其實血是很容易被理解出來 逐層逐層去研究 它每一樣東西有什麼功能 所以西醫對於血這件事 它的了解是比較透徹的 也是 我們中醫經常說氣血、氣血、氣血 我們中醫對血的了解 也會深層次一點 所以對於血症來說 我們中醫有很多種理論 即不同的地方出血 不同的地方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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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鼻出血 鼻血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為何會看得到很熱鬧鬧的女士 就會流鼻血呢 其實這個證明了不是 我好像看過 證明了不是的 不過讀到那個人 是活該死的 是活該發達的 讀到那個人 鼻血狂噴 那是很有趣的 為什麼呢 其實真的不會的 很難遇到的人 如果你看到一個女士 令到你熱鬧鬧鬧的 我們有個名字叫做熱血妄行 是甚麼來的呢 熱血妄行 即是你的血很熱 是 那你本身有些 譬如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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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是本身是熱的 然後 然後 再看到一些 熱鬧鬧鬧的 是的 那你改一下 就可能會令到你的血管穿 因為你熱的時候 你的血 那你爆血管 譬如你是一向都熬到80度 是 那你突然間 總之又差兩度 就滾了 那就出血了 為甚麼會說 看到一個女士 叫做平然心動 我不知道那個字怎麼讀 平然就是心的跳動 對 心如鹿撞 即是會跳得快一點 是的 如果你本身那個血 是 激一點的 血管又薄一點 那就很容易出事 其實所謂中風 心臟病 或者是內吹血 不過內吹血通常都跟內傷有關 主要是腦出血 有機會大 因為那些血的壓是大一點 所以中醫最重要是望文文遲 你連血都有提 起碼今天聽完你兩位聽說 我肯定知道 Kenny和九叔他們兩個的血管 一定是厚的 他們不會看到女人爆血管 沒有這個可能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回來和大家 Easy Easy 拜拜 好